你遇過或者見過什麼性暗示 譬如EG有拍片 我撐你 我覺得通常如果撈的話 我不會撈離它那麼遠 都試過看到在酒吧 看到那個女生喝醉了 你知地鐵很迫 有一個男生的手背 不停迫到我後面的屁股 不是太迫的那種 但重點是她前面是她的女朋友 你怕你弄傷她 那她會不會 對不起 你小心點 你的手 意外 意外 那個女生就直接載了我上飛鵝山 然後在山上拍一遍 OK 都蠻幸福 我的朋友說 裝醉了不行了 不要送我回家 同行的女生朋友一定會去阻止這件事 然後我的朋友就是 如果真的沒有說到任何語言 單憑一個眼神就變成性暗示 那個眼神都一定相當色色 那個眼神一定很色色 星期五睡著來聽又回來 這次請了小影來講這個題目就是 上次在IG和大家收集了 你遇過或者見過什麼性暗示 因為我是不知道今天的主題 對她過來我都不發覺 原來我忘了跟她說 我還在想 EG拍攝是不跟我說拍什麼的 不是我以為我已經說了 哈哈哈哈 所以她是突擊地要說這個題目 對我完全沒有心去準備 我還這樣說 今天是說什麼 不要緊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在你的人生裡 你見過的 或者遇過什麼性暗示 可能講一下會想起 講一下會想起嗎 都OK 因為我看到觀眾們的投稿 說真的對我來說 算是 全部都是這個 你這樣歪鏡 我的頭很小 我想說 最近很流行拍照 搬食物在歪鏡下面 真的嗎 頭很小 就給你看一下 好好 這些你熟一點 這些是韓國潮流 是韓國的 都是韓國的 糟了說到哪裡了 就是收集完大家的性暗示 我發覺其實 都不算很多 但是 基本上全部都是性明示 都不是暗到去哪裡 在這裡我定義一下性暗示 那性暗示 就應該會是 這件事發生完 然後你回到家 可能 你走了 完了 你回到家 才在想 到底他是不是流抽呢 這樣 就是台灣講的那種 那種藥炮 那種感覺 藥炮是不是姓名示 但是我又會覺得 有分 譬如我想 一個男生想追女生 都會想有些身體接觸 這麼快的嗎 真的 我明白那個男生 可能不是想 for sex 但是 我覺得 比較定義不了的是 那些性暗示 究竟是 just for sex 還是 我追你 可能有少少 可能想跟你有 進一步的關係 是的 因為如果是追著的話 那我自己的意見 應該不是很敢鬥的 哦 應該就不是很敢鬥的 真的追你的 我猜 因為真的追 但是 如果真的 只是為了藥炮 就另一回事 除非有些人追 再加上 但我兩樣 想著同時 一次過進行 那我就沒有話可說 那些都計謎 那些都計謎 不是 這樣反而是 那些不追 但只是碰 那些 沒有那些又想追 加碰 那些那麼好 也是 一定是就這樣 那些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今天 你有提出一個重點 就是你真的喜歡這個女生 你是未必會想 這麼快去 是啊 你未必敢鬥 你不知道鬥完之後 會有什麼下場 我覺得男生可以聽一下 女生也可以聽一下 女生也可以聽一下 如果那個男生專約你 晚上出街 正喝東西 或者去點 什麼 永遠不約下午吃飯 不約看電影 他就明明是想 是 可能都約看電影的 可能都會 可能的 但是他約了你 也是晚上的話 是啊 大家就知道 他不是真的喜歡你 這個是 我上問題 悶難 那如果真是 剛好一個不幸 真是日後很忙 那晚上出來鬆一下 那些呢 都有的 都有的 只不過是他明知道 他下午有空 他下午可以回到大陸玩 或者下午去做什麼都好 他都不約你下午 啊 那我也覺得有點緊繃 是啊 那那個人呢 一定是 謀事 那些什麼 藐視 藐視 不是 還沒睡醒 投住你的身體 多過你的人 想喜歡你 因為我跟朋友 經常有些女生會討論 會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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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怎樣的 暫時知道女生朋友多 有可能會聊這些 所以就可以叫你過來聊一下 到底你們 有沒有見過什麼 啊 有沒有見過什麼 什麼 有什麼 狐狸尾巴 那些就可以分享一下 即是知道那個女生 有什麼 signal 是喜歡你 我就可以回答你了 OK 我自己分享一點點 我那些就不可以說 是性暗示 但是就真的會 令到你想一下 到底是不是 那我現在就男生的角度問 好 那你試試從女生的角度看 好 那我就 我報警的 哈哈 那也要報警 那也要報警 大瘋 想問如果 一個跟你不是說真的好熟 甚至乎是 你平時 聊天不多 是的 然後無緣無故跟你說 要不要兩個人一起去旅行 我覺得沒有性暗示 說明兩個人 那我會跟她說明 我不會同房 你不覺得這個位置有點結束 即是別人問 一不去旅行 你回答她 我是不會同房的 是啊 什麼 這件事很奇怪 你首先第一步會想一下 那我跟你不熟 那我跟你不熟 那她的男生一定是會分房一份 女生的話 我覺得不熟都可以同房 因為會安全一點 因為現在是 如果是女生問男生 而那女生一開始是沒有說明 到底是同房還是不同房 只是問一不一起去 暫時是去到這個地步 因為我試過大概有兩三次 是遇過這樣的問題 是真的不熟的 然後 然後很久之前試過有一次 有一次 簡直是 是自己的結他學生 那我覺得人家真的想跟你去旅行 是嗎 我心想 我覺得真的 會是這樣的 即是你覺得是沒有東西的 一男一女 沒有啊可以沒有 去旅行 我可以沒有東西的 I see 那 我上年櫻花那季 即是上年真的差不多時間 我跟了一個攝影師去旅行 那攝影師嘛 但他也是朋友我才會跟他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我認識了五年 都算不久 因為熟 二來又可以旅行拍照 但我都有說過一件事 就是我希望盡量分房 盡量分房 分房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櫻花季很難預訂酒店 不怕褲 那我們就決定了預訂民宿 但是有兩房的那些 那誰先發起 男方先發起 那男方先發起 現在女方先發起 你明白嗎 男生和女生有一個不同 還有一個尷尬的就是 女生是可以說 我不想同房的 就算女生主動說這個 都會好像比較合理 因為他 男生 你不需要保護自己 不是不需要 而是 你一來就保護自己 那些人 如果他沒有這個意思 那些人 什麼 好笑 過的分開 一旁來想什麼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你會怕自己想多了 對 或者對面那些事情 但是你不覺得 一男一女去旅行同房很奇怪嗎 那個重點是什麼 他有幾個朋友 那個重點就是 無論他有沒有這樣想 你一說我不想同房 他就算本身有這樣想 都會馬上轉做 我本身沒有這樣想 然後你想什麼 你明白我說什麼 不是 可以遠轉一點問他 那你想住酒店 還是住民宿 然後去看他答什麼 然後你再問他 那我們一間房 還是兩間房 好 就是 給他一個主導權 他選擇 那你就知道他想什麼 就是 我覺得當你問到 關於房間問題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有機會已經踏入這個 30的 的地步 你明白嗎 有的嗎 有 你想問一下他 是 就是想知道到底是 是 同不同房 或者他有沒有這個意思 你想知道 不代表你有的 但是你一問完之後 如果他沒有的話 他就立刻覺得 你想什麼 如果他有的 其實你又好像已經進行著 這個 我覺得你首先要 有一個想法 就是你不要有一個前設在 你現在覺得 你問到房間的東西 你就覺得 他是有景棍 他會覺得你有景棍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可能別人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很奇怪 其實沒得 你是不是試過 其實沒得不是想那麼多 沒有 那你最後有沒有去呢 沒有 因為 因為我怕和不熟悉的人 去單獨去旅行 會 悲傷旅行 那怎麼辦 我覺得會悲傷旅行 然後就是 因為他是那些 就是 不是一個人 就是我就是 試過這個情況 大概兩至三次 所以我才開始 有一個疑惑 在心裏 因為就是 一個月 可能都 不會說 見到多少次 但是 平時 平時沒有聊天 那他突然說 不如一起去旅行 是啊 很突然 好啊 突然 但是你們沒有 普遍的興趣 假設我喜歡New Jeans 理想都很少聊 不要說有沒有普遍的興趣 和你一起去演唱會 沒有 那你覺得 我就覺得 有一個理由 就合理一些 絕對沒有 完全是突然之間 但是我又覺得 跟性暗示沒有關係 嗯 嗯 好 OK 我覺得旅行 始終都是 玩樂的東西 就是 你要想到 住宿的時候 你才會 覺得 有機會 發生些什麼 是嗎 不是 首先一定會住宿 然後問題就是 我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總之你無緣無故有一個異性 是很久不說話的 但我覺得很古怪 我未去到 我一定不會去 如果不熟 是嗎 不熟 但是不熟 你知道誰 看看美不美女 對於你 那如果美和不美 說真的 如果她是美 假設你是單身 如果她是美 你想去 但是原來她 她沒有這個 你明明整個旅程都很奇怪 嗯 你明白嗎 都會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 我也想知道 大家有沒有試過 遇過這些事情 就是 不熟悉的 無緣無故就說 一男一女要去旅行 這些事情 不知道 不是為做事 純粹說去旅行 可能去過三四天去過遜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逢新有人問 都是問遜港 遜港 遜港是哪裡 是越南 哦 越南 是呀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逢新有人問 都是問遜港 我只是聽朋友說 但是越南那麼危險 喂 你那些不是 不是KK 有沒有 那時候還沒流行KK 可能還沒流行 可能已經有了 怎麼會這麼久 不熟悉的人 找你去旅行 但是她又不會 是嗎 那時候已經升行 不是 她不是 她一定不是 她不是 她一定不是 現在在香港 你大概知道她什麼底 什麼底都可以 現在 是嗎 是啊 沒有可能全部 這麼晚都是遜港 大家平平 你 大家覺得EG 是不是想少了 如果那時候 直接叫柬埔寨 是啊 要這麼迂迴嗎 當然迂迴 當然迂迴 不迂迴 怎麼騙你 那時候的事情都還沒爆紅 就是KK原來爆紅 那你不可以 找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它總是會給一些 什麼泰國都會 什麼巴提瓦 那時候都沒有人知道 緬甸不安全的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 柬埔寨不安全的 但是可能他們那時候的 架布在那邊呢 變了KK原區 我覺得小英知道太多了 將來和小英去旅行的 要小心 哪有可能 你剛好幾個不熟悉的人 約你去 不是 他們不是在同一時期的 就是這個是 分開被人抓的 在我人生 可能這十幾年裡面 每幾年間住會發生的 但是那些人也都不同的 沒理由十幾年前有KK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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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猜一下 但是那些人到現在呢 都活得好好的 我也希望是 我想什麼事 去到一個什麼地步發展 好 第二 這個就問你們 你們自己有沒有就是 試過有人撩去旅行 又或者 你撩人去旅行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樣想過呢 如果真的不熟悉的一男一女 我覺得 通常如果撩的話 我不會撩你去那麼遠 是不是 長洲 長洲 好啊 澳門 就是 OK 那不同的 那不同的 可能又方便一些 不是 神經病 可能也方便去玩 就是我又真的想去 又有得玩 我又真的想去香港 又有得特別 又有得 所以就 都有可能的 就是把機票 我覺得那些人 不會特地去那麼遠 為了 那些時候 好啊 那我希望 有找過去旅行的人 聽到這裡是 是 沒有東西的 就是我心多 對不起 我要做中道別 有些事情 我沒有去的 不是 你是有些事情 是有些事情 但有些事情 又多了 是嗎 我不覺得 千萬不要意著去旅行 千萬不要意著去旅行 你們一齊想 一班人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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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亂想 很亂啊 想得很亂 一班人都想 神經病 當然不會 一班人去旅行是最開心的 兩個去的話 我和男生會覺得好玩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 兩個人去旅行 始終都是留給女朋友 咦 我喜歡和男生去旅行 男生 因為你可以對行程 不用負責任 嗯 不是啊 我都有 我有一些朋友 是可以對行程 不用負責任的 女生朋友 我最近發現 我覺得和女生去旅行 都有和女生去旅行的好處 不是 他們會很細心 安排你所有行程 你是P人 我只是負責 free right 出席 你是P人 一定是 不是啊 你是J嗎 J都不計算 我突然忘記了 我P還是J 看一看 我以為你馬上做 不是 不是 我經常忘記 但我有出過Story 我真的是P人 是的 對不起 一定是P人 我也是 我就是那些 不喜歡計算行程的人 但是你計算行程的話 我是絕對沒有意見的 我也是 有些人計算完之後 他就說 我不喜歡去這裏 我不喜歡去那裏 但是總之你計算你做 我就一定是無所謂的 我也是一個很好的P來的 就是在計算行程方面 很P 我的會開不開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通常去旅行節目 有些會開的 是嗎 這麼serious 那些J人有 通常開會的時候 我都是什麼都叫好 你有沒有收到PowerPoint 我那時候收到Excel表 加一個Work檔 什麼事啊 刺林舌 你們去哪裡去南極啊 我們去東京 首先我們要看富士山 要看煙花 去迪士尼 滑雪 接著我們只有五天 你想想這麼多事情 OK OK 然後我看到他還要找到 reference那些圖 打卡那些示意圖 拍reels的圖 拍reels的主題 然後全部都很詳細 但我很開心的 我覺得很好玩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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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如回來 不要說旅行 我們不是在說別的事情 是我們off topic 太嚴重了 我還有第二個 剛才那個情況大家就留言說一下 我想知道的 現在暫時 closed file 我想多了 我覺得你想多了 我覺得我沒有 我可以是想多了 但我真的不是想多很多 說真的 這個真的是暗時 非常暗的暗時 是啊 所以就是要 要這麼暗 拿出來問 因為說真的 不熟的 一男 約一男 我覺得OK 是 約那個人的出發點 他約之前有沒有 但是他沒有說原因 為什麼要告他 所以我沒有說KK 有可能是 不是就是去玩 去顯港玩 顯港有什麼玩 我鬼知道 我聽朋友說顯港是多蟑螂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還沒去說 然後 他約的時候 他自己都沒有想過這一股 就是我這樣問到他的時候 他會不會這樣想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我做約那個 不熟一男一女 我問得他 那他沒有理由很惡惡的跟你說 我們分房睡假 他又不會這樣說 如果真的我說 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要去約一個 認識 但是完全不熟的女孩 我不會約不熟的人去旅行 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如果我會約的話 可能他沒有朋友呢 如果我的意圖沒有這樣的話 不是啦 你看到他那些Facebook IG 是有朋友的 我怎麼知道 如果我那時候 是沒有這個要搞事的意圖的話 我會在真的約他去的時候 就已經跟他說定 是 就是我不用 我不會要他 反過來問 到底是不是分房睡 你明白嗎 我就是覺得 你約的時候 你有這麼大個人 你約的時候 你沒理由沒有想過這一股 就去問 但是他可能覺得分房睡是很基本的事 是基本的 就是他經驗者 就是經常都會和異性單獨去旅行 可能是 可能他都已經覺得 很平常 分房睡很平常 或者省錢一點就是住民宿 那這個世界現在又光明了一點 就是我本身 就是我現在又要問你一個問題 究竟你覺得男女是不是有純有義 你要想回 我覺得是有 那你覺得是有的時候 但是去到這麼不熟的時候 就不是了 你明白嗎 有純有義的通常都是很熟的 OK 是啊 如果本身不熟的話 就真的很難 很難會這樣 我自己覺得 第二件事 在一個喝酒的場合 你當Club也好 巴也好 聚會也好 是的 那時候可能人都不算少的 可能四五六個人這樣 OK 那時候喝酒 那大家的態 那個狀態 都沒有一個是完全清醒的 但是又不是醉到傻了那些 你明白嗎 正直是一個最好的大家 開心 開心 好開心 就是在那個狀態 你坐坐下 突然間右邊那個女的那個女的 突然間用手指在膝蓋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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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 是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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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下算不算? 蛤? 我覺得 可圈可點 讓我想一下 這一下算不算? 其實我有時候也很想知道 其實女生是會這麼主動的嗎? 所以我就是不知道 事情就發生了 我正在問一個不算很主動的女生 就是我多數是 但是你有朋友的嘛 是 我也聽過我的朋友怎樣去 OK 你一會再分享 那我就覺得 我覺得有一點的 不自然 因為這件事 和那個女生 認識 很熟 但是不算熟 但是也不是說 很不熟 就是沒有叫我去旅行的那樣不熟 是啦 可能醉了 沒有啦 醉了就第一個要走一走一走 质了事不 Rhage 借FT 贏了也是事不 Rhage 是我兩邊分析一下啦 可能她真的 可能想要這個purpose 或者 我還要幫她想一個理由 為什麼她會這麼做 好 那為什麼她會這麼做的原因 我最大的原因就是 就是無聊 還有喝醉了 但是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不算很大 就是你有很多無聊的事情可以做 可以玩遊戲 可以猜測 你可以抹一下酒杯 倒汗水 對 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為什麼要走路呢 雖然膝蓋又不是說是一個很敏感的 很普通的樣子 但其實也不會碰檔 我覺得膝蓋算是誇張的 膝蓋的那個 難道真的要走到跨下嗎 但是 可能肩膝蓋 肩膝蓋的話就不會想那麼多 因為整件事浮面 桌子就在這裡 人人都在喝酒 手這樣放下來好像不太好看 桌子這個水平 所有人在喝酒 肩膝蓋的人都知道你一是醉底 一是暗狗狗 但問題就是那些東西在桌子底做 那這件事就有些 你這次的分析就是 你覺得這件事有一點不想被人看到 但是又好像可以令到你覺得有 它又好像有些訊號發放出來 總之有事發生了 這下又算不算 我覺得可以說算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當然是 因為那一晚什麼都沒有發生 如果不是我不用問 我比較想知道 是誰 可不可以問本人 其實那天你記不記得自己想怎樣 因為你明白的 射手座是直接的 我不覺得那個人會有看這件事 我意思就是你要 你有什麼問題你會直接問 我會直接問他 你會給我訊號 怎樣問 一走 然後怎樣 癢嗎 你會這樣問嗎 我身頭髮不癢 麻煩你 這樣是拒絕了 對 這樣是拒絕了 那你還是要看那個美不美的 你當美又如何 美不美不是重點 你都經常被人生氣這麼少 不算多的 不算多的 就是講這兩件事 還有沒有更多都沒有 要不就成名事 第三件事 你也試過 我想問男生也會有的嗎 這個我很好奇的 有 有些女生很難瘋的 是有些真的很難瘋的 我都試過見到在酒吧 見到那個女生喝醉了 半癌又送球 又成的 那些 然後我就 哦 但是她是誰送的 還是那晚送死一個 那晚 那晚是誰送的 但是有一個 特別focus多些的 哦 ok 那她focus那個 是不是都是Player 型的人 又不是 又不是這樣 那女生失敗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如果那邊都是Player的 你每個都送 你每個都送 每個都送 那你再focus她 那你再focus她 我見到那晚 其實是那些 partic party 是 然後大家都喝到差不多 然後呢 我就見到那個女生 不停地跌跌跌跌 但是那些男生不停地 嘔嘔 很多都是正經人家 或者 可能對這個女生完全沒有意思 那她就 可能喜歡某一個男生 就不停地對著她 無論是out door 還是in door 就是那間酒吧很大 然後都是不停地送 然後那個女生 我看完之後 我就 哦 我都見過這些 那不行了 如果她本身是有個target 而那個target 又不是說 還她是想拍拖 那她這招就很失敗 她發能力 而且她會 別人會覺得你這個女生很脆騙 是啊 是啊 我也見過有些是 扣分 如果你真的喜歡那個男生 當下會立刻收皮 是立刻收皮 即是如果 不用想 是啊 如果那個男生是player 你只是打算玩的 那我覺得 都是一招來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打算拍拖的話 就 不要這樣做好一點 因為那個觀感很差 真的太差 無論男同女都好 是啊 我見過的都是一些partic party 但是她的partic都好想多人一下 是啊 那些partic都好多人的 是不是W Hotel呢 不知道是不是剛好看中 同一件事情 應該不會吧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是上環那邊的 OK OK 她也是 她不斷 基本上見人就抱 見人就抱 然後她是會突然間 一勾東西跳上來 要你揹著那些 嗯 她對你有意思 不是 但她對其他人也抱 那一次是療 你覺得抱是 有時候 我覺得除了抱之外 其實你要形容多些 她那個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 就是 那個女生 除了抱之外 她真的整個東西 凸下去 不是 貼的 貼的 很貼的 就算抱都可以 很buddy的抱 不是那些交際友誼朋友的抱 但是 有時候 我很friend的friend 男生friend 我都可以很 抱得很實的 我都接受到的 很friend的friend OK 不是 但不是buddy的抱 不是 她還要是 不抱的狀態之下 是那些醉醉醉醉醉的那些 那你就明白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想說 我都有 見過有些朋友 是喝醉了酒 會特別喜歡醉人 和特別喜歡抱人 我都有 my friend 可能我們只有一個friend 可能我們只有一個friend 可能我沒有 我不喜歡 不說 都很多的 都很多 很多的 但是那時候就會想 我需要不要阻止她 我會想 你再抱下去 我怕你會被人帶走 是的 但他們不管 可能與生俱內 我想有些人是天生 我開始講心理 天生比較缺愛的人 不是 或者成長環境 是的 那些事是會令到你 在喝醉了酒的時候 你會特別好想得到愛 所以你才會這麼 抱呀 這麼疼呀 這種行為比較多 都有可能是 那些環境 很正向分析 那些我通常見到 都吃一下花生 因為如果那個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都會怕 你妹妹其實你不想 你喝醉了酒 你自己控制不到你自己的情緒 但是有人跟我說 不要管他們 因為其實可能是走醉三分城 我是堅持走醉 三分城 不是 通常都是這樣 性暗示情況 通常是發生的 我聽過一個故事 很好笑的 就是 男方和女方 其實是一個 生日派對對眼 是 然後他們就會借一些 我聽說 女方是會 就是可能 本身背著坐 然後就會側身坐 讓那個男生看到你什麼樣的 OK 然後那個男生看到他什麼樣之後 就會看 大家有沒有對到眼 對到眼之後 然後我的朋友就 假裝醉了 不行了 有沒有送我回家 然後 然後 那時候 他和同行的女生朋友 一定會去阻止這件事 未必 好看同行的女生朋友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先阻止了 然後 你行不行 你回家 他送你 可以嗎 然後那個朋友就是 可不可以對這裡做一次 你先轉去那個 然後 你轉回那個攝影 那時候 那個女生朋友做過這樣的動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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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女生是沒有醉的 啊 不是 這些就真的 真的 算算聲音士 絕對是 所以其實所謂的聲音士 其實不需要說很多話而已 不是 但問題就是 最知道她想搞事的 是她的朋友 不是那兒子 現在的聲音士 射錯給人 這個很糟糕 不是啊 那個男生都應該是 得到的 哦 那個男生都應該是得到的 我覺得 OK 那如果是堅持 就是那個女生都很堅持 叫你送她回家 就是在一個喝完酒的場合 這個又真 真性暗示還是不是呢 我覺得這個性暗示的機會 又不是很大的 是不是啊 你看清楚 究竟她是自己一個人住 還是跟家人住的 這個首先是第一個點 嗯 你可以分析到 如果跟家人住 叫你送她回家 肯定沒有 但是自己一個 肯定 我肯定 但是呢 如果是自己一個人住呢 那就要看她送完回家 之後 給不給你入房 入房 哦 但這件事是要選送 如果是結束的時候 到門口才揭曉 究竟她是 實在想回家 哇 這個代價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試過 都是試過會 喝完酒之後 那女生就說 想送她回家 但是問題就是 那時候 你知道我幾瓶喝就可以了 你的臉會紅 我是收皮之王 我一晚可以收皮兩三次 啊 你會睡覺的 又會醒來再喝 是啊 那時候就是 家裡的局 差不多都散了 我是收皮到極點的時候 她叫我送她回家 我那一刻心想不想 好吧 我自己都搞不想 接著我就 我也是沒有送到的 我是說幫你召車 我覺得召車也是一個 比較紳士的做法 我只能夠幫你召車 你不是說 我送你不到 那種我覺得會 沒有禮貌 就是有一點 或者人家問到出口 是啊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哎 仆傻 這是一個局 真的要送她回家 如果送的話 我又聚 然後 又怕你回不來 是啊 如果我不送的話 你又說我不送 所以我那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局 我那時候 立刻幫你召車 那時候 不過安全 我遇到一些朋友 他們多數男生 即使不算很熟的男生 朋友 是 見到女生聚 他們都 正常出於 gentleman 都是會說送的 都會送的 會送的 會送的 但是大前提是 通常那個男生說 我覺得說到出口 就好像有些東西 那個男生先說送 這個是出於很多 可以很正常的 因為這件事 他純粹看到你摸摸摸摸 那就送你回去 但是如果是由女生去說 我就覺得有些奇怪 因為有很多女生 其實都是 哎 我不想送 我已經叫了車 車在這裡 去到我家樓下的 那些情況 是呀 是呀 送什麼櫃 是怕司機有警棍 但是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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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多數都是清醒的 有了可以計算 你馬上計算到 很誇張 所以我們說回如果你給 說回我的問題就是 我都算自己開車回去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醉了 我都遇過的 我都試過給一個朋友的朋友送回家 即是你開車完之後他一起上車 他直接下去扶著我截的士 這個我覺得是OK的 正常 自然發生的 應該是我朋友叫朋友送我 因為近 住得近 你就綁住他 但是那個男生我真的不太熟悉 但最後我是非常安全的送回家 然後我就對這個男生有加分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是正經男生 他真的要照顧你 有沒有嘔吐 怕你怎樣 因為 suppose 其實我自己聽過的故事裏面 大概有七至八成都真的就這樣送回家 是的 都真的就這樣送回家 男生也是送的 尤其是男生有時候在喝醉了的時候 就更加想表現出他是有這個 回家的意欲 不是 他是會比較紳士 即是會照顧人 男生回家喝醉了之後有時候會喝醉了 是 我才是那些 我自己都搞不定 因為我真的搞不定我自己 我回到去 我已經很開心了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你都不想另外一半喝得這麼多 兩體 其實真的是兩體 是的 我都想清楚 想聽一下別人的事 去到這個情況 去到這個問題 因為大概我的看法就是 你會看他本身那個人是什麼人 OK Let's say 如果他本身那個人呢 是可能小偉 又或者其實都跟他很多 異性有打開交道的 而這個人 你在跟他一起之前 你可能在同一個圈子裡面 你那時候沒有什麼東西的 如果在這個情況 你見開他平時跟異性是怎麼相處的 如果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平時見開他跟異性是怎麼相處的 可能有一點爛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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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的 但是你不知道他一旦起上會是怎樣 我都… 你明白嗎? 明白 明白 是啊 他本身是乖的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 可能突然之間 將來可能有一個新圈子 或者一個新的成長環境 會不會怎樣改變 某程度上就是我是這個… 即是是不是發現這個世界有多大 當他發現你不知道他會飛到多遠 是啊 某程度上我也生存了三十多年 都有很多事情都見識過 是啊 如果是一個平時真的沒有什麼 怎樣去喝酒的場合的人 我反而覺得女生是… 即是你問我 我覺得這件事情 男生跟女生 我覺得是女生會跳得比較遠的 是啊 我也覺得是 反而男生就算你讓他去玩 或者去見識 其實他會有一個boundary 我覺得他不會跳得很遠 他會有一種規限自己 但女生就好像脫疆的東西 因為我見得最多的大變身就是女生 你可以上年見到他是這樣 你下年見到他已經不能紅了 是啊 很恐怖的 所以我是… 擔心 我是會放心一個玩得比較瘋 但是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還有明確底線的人 是放心一個這樣的人 會多於一張白紙 嗯 這樣 白紙你就會真的想長期保護他 是啊 是啊 會是這樣 又或者是你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但是你有沒有選擇去教他 接觸這些事物等他… 沒有用的 都不行的 你和他如果有這樣的關係 你怎麼教呢 你搞什麼鬼呢 不是 跟他試一下一些他沒試過的東西 不是 問題就是… 如果是外面的人 OK 很簡單而已 有人抽水 你怎樣 啞了人 還是… 還是做些什麼去anti他這個行為 嗯 你明白嗎 這件事是… 這件事是無法教的 你在他旁邊他沒有人會抽水 你明白嗎 這件事是… 你無法用一個伴侶的身份去教這件事 你也旁觀不了 因為一個場合你在場 就已經不同了 這件事 所以… 所以… 好像真的沒有聽過這種情況 就是你和他一起經歷 帶他去經歷一些… 譬如喝酒啊 你只是可以帶他去知道什麼地方可以玩 嗯 但是他會怎樣玩 你不會知道 嗯 是啊 這個是… 死症來的 這個就去到… 但是這樣是有一點弊 因為你會知道 你就算多保護他都好 不合理的 就是你不會… 即保護又不行 但是他又不行 是啊 好像真的很難搞 拼命而已 你只是賭他 是啊 賭吧 賭他究竟有沒有一個底線給自己 是啊 賭他夠不夠成熟 其實我覺得Kanoff都是一種成熟的表現來的 當他… 不是的 其實沒有說成不成熟的 因為… 他那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第一次見 嗯 那些人會成熟 是因為通常這樣的事情… 見開了 發生過 或者見得都不算少 那才有可能會知道 啊 其實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 但是你一個沒有遇過任何事情的人 去跟你說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 心底他怎樣都會懷疑 其實他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樣 這個都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深入的topic 是啊 是的 突然之間說到另一個位置 因為其實… 我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始終我是女生的角度 我會覺得男生 其實就算被他玩激呢 其實我覺得男生是有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身邊認識的男朋友都挺好 OK 反而我真的沒有遇過什麼渣男 就是一玩一拖五六條女 我其實很少接觸到 啊… 是啊 所以… 我都很少見的 但是我反而是見到… 但我聽到有很多渣男的 是嗎 我經常聽朋友說 我又遇到一個渣男了 我反而只是… 就是嘛 我反而渣女我都不算見得… 都沒有見到很多的 可能數量真的不多 可能數量真的不多 不是我們幸運 是啊 但我怎麼說好呢 我是見過有很多… 例如是蘭桂芳 嗯 又或者是去一些大型喝酒場合 這樣才算吧 那可能我會見到有一些女生 首先那些女生 她的衣著都是比較… 可能會比較性感的 嗯 在那時候那些場合 那這件事是make sense的 我覺得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心裏面就會有個底就是… 就是我心裏面有個信念就是 若然一個女生 她的… 衣著 如果她的衣著是有那麼上一性感 那她要懂得保護自己的能力 都要… 高一點 嗯哼 是啊 但是無奈地就是 出來見到的就是… 不是啊 我真的見到有人被人抽水 是會… 是會不說的 當沒事發生 或者不會反抗之類那些 那你覺得那個女生是… 但是她時候是會… 不開心的 是啊 那這件事我就會覺得是問題 這件事… 有沒有要先離開那個人 或者離開那個區域 那她都會安全的嗎 除了… 有的 有得走的 她…但她沒有走的 沒有走的 有得走的 但是我就是見到這些情況出現 我就心想… 因為其實… 有些人進去是可能… 想找… 是 想找東西吃 有些人 那有些人可能純粹想玩 聽一下歌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下 其實很難去斷定… 裡面那個人的 purpose 但是在我眼中 我覺得就算你是真的想吃 都好 你都不應該多手多腳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這樣對於人來說… 不是 未必的 那可能她不是真的想吃 她只是想我 我不吃的 都不對 所以我就說 其實這個行為是不對 OK OK 除非你確定這女兒 是真的對你有興趣 先親吻了 I mean 就是身體接觸之前 如果我對你有興趣 她會跟你親吻 或者是怎樣 她肯抱著你 我覺得這些情況下 如果你有下一步的動作的話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好地地 我跟你就這樣跳舞 那就是無緣無故你走來抽水 我覺得這些就是性騷擾了 不 因為我是覺得 無論什麼場合都可以 我剛剛說 摸那個人 我不會走去生氣 的原因是 那個人他做得出的時候 也都需要為這樣負責任 就是你一摸下去 其實你知道 你就要有一個覺悟 就是我糟糕起來 我是有可能要坐牢的 或者我是有可能會被人拘捕的 但是會不會有些人真的很奸 他是知道哪些女生是不懂得反抗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 會不會有人真的這樣識看 因為我自己的角度就覺得 你摸下去那一刻 你就是在賭的了 嗯 你就已經是在賭 你是很大膽的 但是我覺得你是思路清晰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有些人 在這裡沒有那麼清晰的呢 就是可能他純粹 可能七十歲也沒所謂的 那這麼黑沒有人看到的 沒有攝影機 你摸我一摸 那這些 所以你不能夠知道 那個人是出於什麼意圖去摸 所以我就會立刻想的 就是被人摸的那個人 到底他怎樣反應 我會想 這個我可以分享一點點 就是我試過在地鐵站 OK 就是你知地鐵很迫的 然後我以前一直以來 都是一些 你剛才口中說的女生 就是不夠反抗 但是你想想我的場合 跟我的衣著應該是 make sense很多 就是正常狀態很多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男生 他的手背 不斷打到我後面 屁股這個位 OK 你會感覺到他那種 不是太迫的那種 是有意在掃 OK 但是重點是 他前面是他女朋友 好 嘩 那一刻我是在想 我可以怎樣做 我不如 如果多一刻都免罵他 他跟他女朋友一起罵我怎麼辦 就是我這個男生抱著我 為什麼你會覺得 hite到你 你是不是想多了 突然被人罵 就很重大 因為我覺得一個女生 我又好像不夠勁 因為我本身是不罵人的 但是我那時候選擇的方法就是 車廂還有少少位 那我就退後一點 就是可能走遠兩步 那隻手已經不會貼住了 那我打算我沒事了 怎知道呢 他們兩個不知何又會貼過來 兩個一起貼過來 因為他女兒抱著了 可能他們兩個有性暗示 現在 就是關我什麼事 我不想 那時候我離開的時候 我還很記得 那條兒子見到我沒有反抗 他是臨出門口之前 他是給了一個 他知道你不敢說 因為我大概被他 騙了 又不知道尖沙咀去禁蹤 還是左燈禁蹤禁上下 兩個站 那一刻你就是出於這個 我不知道說完出來之後 會是怎樣的 是的 但是我知道應該要說 無論你有什麼事 起上來你應該保護自己 但是總有一個方法 因為譬如我之前說見過 可能坐下喝東西 有個人是長期摸著一個人的 但是那個人其實不想的 那去廁所 去廁所回來試試調位 是的 就算你不調位 你去廁所 你回來 找個朋友 一定有藉口 不會說走不了 如果是我 我不知道 因為你去這些地方 譬如去喝酒 我覺得自己一個女生 是挺不安全的 如果給了我 我一定會最少有一個朋友陪我 我才會下去 無論你男生朋友也好 女生朋友也好 一定有朋友 是的 但是好像我的情況 我沒有朋友在身邊 我很記得我出了車之後 我是哭的 在地鐵站 在那裡哭打給朋友 然後我說為何我又那麼失敗 為何我又說不到出口 哦 就是我生氣自己 為何不懂得去保護自己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那些情況 其實可能很 就是 事出突然 因為對付這一類型的人 就是對付那些暗瓦底做事的人 是嗎 無論他是地鐵摸也好 巴士也好 巴士也好 還是喝一下酒 在暗角的位置突然間摸也好 嗯 他做事做得那麼暗 你只要隨便揚他一點 他都會害怕 他就會害怕的 你揚一下就會害怕的 你不用把整件事都說出來 或者說 不要那麼怯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是我 我會說 小心點的手 我怕我的屁股會弄傷你 你搞笑了 沒事 是啊 但是誠青人聽到了 你講這句話沒問題的 假設說 譬如我穿牛仔褲 我怕牛仔褲會染到你的手 那又 就是找一些理由去推躺他 直接不用 我怕我的屁股會弄傷你 搞定 OK 一定害怕 沒得不害怕 你再說一次你怎麼說 什麼 就是我怕 你笑一隻手 我怕我的屁股會弄傷你 哦 你不用很大聲的 你讓他附近的小小人聽到 都已經是劣 那他又不能吊咬你 你不是說他摸你 你怕你弄傷他 那他會 sorry 喂 你小心點 你的手 意外 意外 吊 你一說完這句 我們是不是錯了 意外 意外 糟糕 對不起 沒事 然後呢 原來 然後回到他 我可以拉 我會說 你真是壞人 我沒有心 啊 屌 好 然後 你只要讓一點 其實你最重要是讓他附近的小小人知道 他已經不行了 OK 會震撼的 我覺得 無論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我覺得 始終這些場合 不可能 都不希望大家遇到 如果遇到的話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是 是啦 如果你真是有這個啞隱 千萬沒有啞隱 你有啞隱 有硬吃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試一下用我剛才說的那個方法 馬措 有用的 你有功德的 我也想要 有功德制 這個我朋友他平時 功德 要值很多功德 我想說現在有電子版功德 這個不是嗎 這個是 也有電 這個是實體版 有個APP 可以打工的 到底有多陰質 這個世界 好笑呀 電子版你都沒見過 我們一會兒 我就讀一讀我觀眾的投稿 然後你也分享一下你的女生朋友 到底他有什麼招出過 我們換一換電線回來再說 現在就是時候跟大家說一說 你們的投稿 你們的投稿 我看到也算是姓名氏 不是姓陰氏 又真是很少人叫我匿名 我在Story 裡有跟大家說 匿名叫我匿名 匿名也有跟我說 結果近乎沒有人跟我說匿名 我按個程度就看看 到底是否說你們的名字 OK 這個就是簡單的 JCT底線O.O 女兒的就說 你知不知道情侶除了拖手 Kiss 黑黑之外還有什麼 JCT本人就說 有什麼 然後女兒的就說 你試一下就知道 之後就 怎樣怎樣 哦 這些姓名氏不需要想的 你是不需要自己洗澡的時候 想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在說 是不是有事情想搞呢 這些很明示 究竟是男的理解能力問題 是怎樣 我反而是覺得 當女兒的問到這樣的時候 你竟然問有什麼 你比女兒性暗示多過女兒 就是你想他回答你 你覺得男子想女兒親口回答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你會不會真的不知道 還有什麼 還有請吃飯 請吃飯也要的 哈哈哈哈 還有請吃飯多 定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他講這件事 我又會覺得有些 funny 就是我覺得你男生幽默 嗯 OK啦 但是又 就是不會落了女生的臉 假裝G 吃老虎 假裝G 那都OK的 叫甜蜜東西 嗯 但是都不知道 你們那時候是不是情侶關係 因為女兒是問你 知不知道情侶除了拖手 不代表那一刻你們是情侶 我覺得他問到這樣 又味道很明示 但是 是一種女生想給男生訊號的感覺 是啊 我本身你們問得這個問題 就是講得這句話 應該本身都有些關係的 是啊 可能Fertie在曖昧 如果有些什麼情況的補充 那你就 你再告訴我 很想知道你們本身是什麼關係 或者之後是什麼關係 這裡就有一個 他不是說有些什麼性暗示的 那就是 他是 Swing 因為很多個W 他那個IG名字 他說沒有 可不可以找人性暗示我 那就 這裡都說了你IG出來 大家有興趣去暗示一下他 他是一名男生來的 你說得出就 就預料我告訴你了 好 接著就是 其實在家裡很悶 只有些貓陪我 這個是 都暗示嗎 Anson 遇過的性暗示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我突然想到一個點就是 你跟這個人有什麼關係 就是取決於你說這句說話是 性暗示 還是性騷擾 你認不認識 我明白 我明白 如果你本身 對那個人都沒什麼好感 有抗拒的 他就是 他就是性騷擾 可能有些人是外貌協會 但是性暗示和性騷擾 其實本身都是同一件事 你覺得是同一件事 只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暗示你是不知道意圖 到底他是有還是沒有 可以 但是騷擾就一定是有 騷擾是比較明示的 是啊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跟這個男生在30 在外媒階段 然後他給我這個性暗示 我覺得這個階段就叫做性暗示 或者是性明示 就不會去到性騷擾 性騷擾是完全不認識他 或者是很不熟 那種 都不是 就算本身有一個 Flootty的關係 但是他始終你們 是啊 他其實都算是一個性騷擾 只不過騷擾你受的意思 你是可以被騷擾 我覺得這個界線 這個界線是有一點 少許可以相確的 真的有一點 就是你怎樣 譬如那個女生喜歡你的程度去到哪裡 才覺得你不是騷擾 是啊 就是你明白嗎 那個界線是有一點 要看那個每一件事的 啊 看 沒有 都是看彩數的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說 我家裡很悶 只有貓陪我 那如果他是跟自己有興趣的男生說 就我覺得都算是有一點點暗示 上去陪 但是又未必真的要進行到性感那些 我自己覺得 那不是性感事 你覺得味道是性感的 他純粹 就是他可以是出於 如果這個男生是熟的 嗯 那沒有 我就找個朋友出來 是吧 那就簡單了 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不是其實 我始終反而是覺得 看看你們本身熟不熟 就是有些熟 有些本身的相處模式是怎樣 明白嗎 就是如果平時都已經什麼都說了 然後又其實出過很多次來 但是沒有任何事情會發生的 那那些就是 就是Buddy 是啊 就是Buddy 我會俗稱為Buddy 但是如果不是說不是 就算共處一室 都一定不會有損失 是啊 我覺得如果不熟的 才是來了 是啊 不熟才是來了 好 跟著這個就 他叫了匿名 咦 喜歡人匿名 匿名的 因為他是同行 我沒得選我匿名 是 你沒得選 所以你一人爆你的朋友就OK了 那你可以匿名這些朋友的 放心了 那他講的就是玩不玩Bud Game 多人遊戲 Bud Game Bud Game是多人遊戲 可以叫卓遊 卓遊 不用可以對戰 一打一都可以 都是Bud Game 就是潛烏龜都是Bud Game 對 卓遊 這個是同行來的 講這句話 是 可能是受過這方面的性暗示 但是我真的希望 Bud Game是卓遊來的 我希望他可以講更多 就是無緣無故 很想有更多資料補充 棋盤遊戲 棋盤遊戲 是啊 但是這件事跟Netflix and chill是一樣的 就是Bud Game只是一個 一個理由 是的 但是有沒有見過 有沒有人真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 約你玩Bud Game 但其實是Bud你這樣 有沒有試過 哦原來他是吃了中文的Bud 會不會是這樣 我沒想過 如果我聽到我應該會 好啊玩Bud Game 對 玩Bud Game 對 我喜歡玩Bud Game 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這樣的東西 只要回答了 是他當是是 都幾糟糕了 我想說 我也沒想過Bud Game 是會弄到那些東西的 對呀 對呀 你沒理由的 你找這麼大路的東西來 做性暗示都有 你真的引人入局 你問人吃不吃飯 沒有分別的 是啊 因為Bud Game 是不會惹不喜歡的 太銷魯的那些 是的 狼人殺那些 我搞不能碰 那些我一定退場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 很長 但這個好像是一宗笑料 好 他的名字就叫做 Anonymous底線章 OK 講單被誤會的性暗示 他阿嬤就去了 我阿嬤 被人洗暗示 去了發營屋那裡洗頭 是 怎料回到家 就說很生氣 以後都不會再去 就說洗頭師傅 很色 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洗頭的時候 師傅問他癢不癢 怎料阿嬤 方便理解了 師傅問他的西癢不癢 就說師傅性騷擾他 我覺得這件事 但是洗頭一得問你癢不癢 他真的漏了兩個字 你的頭 是啊 癢不癢 是啊 是啊 即是沒有主語的時候 就會 我癢得多 麻麻想多了 是啊 我就是想說 這件事只能夠看得出 機渴的人是你麻麻 哈哈 這個好笑 真的很嚴重 這個好笑 因為通常遇見的 他都是問哪裏癢的 有沒有哪裏癢 哦 是啊 我不知道 是啊 有沒有哪裏癢 是啊 但是他就會幫你加強那邊的 拼拼的 是啊 可能你哪個位癢 他拼多兩下這樣 通常 那我通常就不會說你癢不癢啊 癢不癢啊 癢不癢啊 我覺得都可以這樣問 但是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但是你阿嬤那時候在洗頭 好心 其實洗頭 怎麼會問你癢不癢啊 就是啦 OK的 那你阿嬤 你阿嬤老當益壯啊 只能夠說 恭喜 你阿嬤幾歲 可能她阿嬤五十多六十 那些 可能他們阿嬤很年輕的 啊 那跟著呢 這裡就有 一個人說了一句 八半結他堂 這個竟然是聖暗士 嗯 嗯 你的學生 她是我學生 是啊 估到 八半結他堂 但是你不知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她是一個男生 你想怎樣 阿Long Mo 她給你聲暗士 她未必只是跟我一個學的 OK 可能有跟其他老師學的 是不是 其實有些教結他的 可能你自從頭髮多了就暗亂了 不要玩了 我沒有教結他幾年 是嗎 當然了 我沒有教結他幾年 原來現在是剪片而已 哦 是啊 所以 窮啊 賣心 我每一次看這條片都看到這個 窮啊 賣心 沒有的 我拍完之後不想拍過一個新的版本 你拍過不說話的 拍過不說話的 可能就只有音樂加個字 神經病 那阿Long Mo 我不知道你之後再學結他經歷了多少 但是 都厲害的 都挺譴責一些音樂的老師的 就是如果是 有嘛 是教一下樂器 走去無緣無故的東西的話 那就 不太好 要另外收費 又或者他不應該收你學費 這個總結 這件事呢 我就不知道開不開名 總之他的IG是C字頭的 C小姐還是C先生 C先生 我試過有個女生跟我說 說今天上去行山 然後我就問他去哪裡行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在他家裡行 因為那個女生的名字叫做 Dududu san 這個山 這個山 嗯 即是黃字邊有個 拆字在那裡 嗯 OK 讓我拎一下 但是我反而 暗時是要用腦子去process 我反而就是想完之後 我覺得他未必 他不是搞get啊 他只搞get啊 一會 行山啊 我覺得board game明顯一點 是啊 已經是board game明顯一點 我就是想說 別人都是跟你說說 行山而已 在家裡行 那別人的名字叫做Dududu san 嗯 搞一下get 一會兒別人搞一下get 你當別人理真 你磨槍上陣 你上去 啊 你輕合合上去 才發覺 蛤 原來是搞get啊 沒有事情要做的 那就 不是那麼好 那個女生也挺搞笑的 那個女生是挺搞笑的 我甚至乎 覺得這個不算是性暗事 你師兄有機會想多了 哈哈 這個大家都覺得他想多了 就是compare 其實board game 我都算 我覺得不算明顯的了 或者是 其實有可能是誤會 這個更加是 更加是 是 但是他講得出來 會不會是真的成了事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跟我說 對最後有沒有成事 其實你這個文反 要follow 是的 你聽完之後 你試試告訴我 你最後上去 有沒有真的走了他座山 如果你有的話 我是喝東西的 不是 剛好說到而已 如果你成功走了他座山的話 那你就告訴我 沒有成功都告訴我 那同一個人 他就跟我說 試過另一次 另一次啊 上到那個女生的車那裡 那個女生就直接 車了我上飛鵝山 然後在山上 泊在一旁 OK啊 我覺得這個 都挺幸福 我覺得他OK啊 有時候呢 這些就是那種 我和你 對的感覺 我想做了 其實一件事都不用說 是 但是 又真的這麼不用說嗎 你明白嗎 如果你真的去到飛鵝山 可能別人眼神的那些 交流了 我剛才的朋友 就是 他跟那個男生 就是眼神了 其實我都在想 究竟他有沒有問 是送回家這件事 總之我們一起走 OK 我只能夠說 如果真的沒有說到任何語言 單憑一個眼神 就變成性暗示的話 那個眼神都一定相當色情 那個眼神一定很色情 搞不定 神經病 有沒有人用眼神 去促死了一件性的搞事 留言 有沒有人真的就這樣用眼神 你有沒有受過一種想約你 這樣的眼神是怎樣的 如果有的話 他們傳給我 你應該傳一張圖給我 給我眼神 告訴我 可能那些很微妙的氣氛 可能每天都帶了一點 喝了酒 然後又 我也覺得是 OK 但是那些就不是性暗示 兩個人突然之間 不管你什麼關係 你情到農事 我覺得這個用來剪片 應該會很好笑 如果我們兩個眼睛 會被人放大 是的 這些眼神一定很難下跌 如果不是 那CAP你沒有屁股支持他 我不要 DK 先翻清了 那一刻不是叫摸屁股 那一刻是不小心碰到 那條裙子 Shit 對不起 小英的觀眾 我真的沒有心 好好笑 唉 唉 我還要想一下 這個真的出不出道 哭出來 如果你出不道就剪掉了 是啊 但是我很好笑 我覺得 我甚至乎是想拿來放在 Veels那裡 不是啊 你這樣 即是 那些提 那些引人進來看 是啊 那個就 都不是引人 因為這件事 的確是發生了 星暗時變成了EG星暗時 不是 真的不是 救命 哈哈 唉 這次水洗都不能清 放心吧 你是我的Buddy來的 好 不要想多了 多謝 你不要想多了 你不要想多了 Oh my god 真的很好笑 那到底 因為我還是覺得 今天最好笑 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不要新現 這件事 我覺得很危險 對於我來說 對於你剪片來說 真的 你不知道今天 說的題目裡面 最好笑 我覺得是 你剪不剪都沒有數 你給我看 OK 我內心是想剪出來的 但我還想說的就是 因為這件事其實有個尷尬 如果這輛車停停了 原來對面那個不想搞東西 那整件事很尷尬 整情有時間尷尬 你下山那一刻 不是啊 飛鑼山不是只是搞東西的嗎 可以看風景的嗎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以前試過飛鑼山露營 我當時做童軍 那沒什麼好說 那飛鑼山那麼大 什麼 飛鑼山那麼大 你看看你沒有上過飛鑼山 飛鑼 平時那些 好像蝴蝶那些飛鑼 它是有毛 長得很噁心 黑色 不知道什麼 那麼大 香港有這樣的東西嗎 很恐怖 那時候露營在窗上看到 它啪了在那裡 黏著線打蝴蝶嗎 對 為什麼這麼大 沒有到沙幽戰技那些 那麼恐怖的 哈哈 黏著線 那些真的是黏著線 但是都已經很恐怖 但是我小時候看到 我覺得很恐怖的 我現在看到 我也覺得很恐怖 所以有人不約我去飛鑼山 我沒有興趣 我去過了 哇 別人約你去哪裡 哈哈 I mean 如果有人約我去 OK Anelson 還有一個 我學校的荷收了 我可不可以去你睡 給一個 不開心的 Emoji 我有Emoji 是 學校的荷收了 我可不可以去你睡 荷會收的嗎 荷原來會收的嗎 我有住荷過 但是荷是會收的 如果他收的哪怕一天 那那些學生就很糟糕 我發現這些情況 我們都是找不到前文後文 只是憑這段東西去分析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如果用荷去收了 可能隨便找個藉口 那一定是性暗示 哦 你覺得是 如果你說我的荷爆炸了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我今天看過這麼多個裡面 我覺得最 性暗示 最明確地我知道你是想做什麼 沒錯 如果你說 例如玩球遊戲也好 或者是送我回家 我都還覺得還好的 嗯 但是去到 去到那個荷收了 他說睡了 是 沒錯 是 那個睡是重點 還有那個荷收了是重點 如果你說我的荷爆炸了 可能你隨時 燒了 隨時就是你去到 其實已經買好東西等你 沒錯 買東西上來 恭喜你 有一個這麼明確的性暗示 恭喜你的原因是你不用想得這麼辛苦 那你最後有沒有叫他上來分析 是啊 那最後有沒有 Anson 你要告訴我 這個你可以DM我 好 接著就是最後一個 收到的性暗示 那這個就比較甜蜜的 那它的名字就叫Future Kate 2.0 送個 胎 給當時的男朋友 就是送條胎給當時的男朋友 上面就寫著 Tie me up with your tie 這個是性明示 你情侶之間就很需要暗示 所以不是這個甜蜜的東西 都OK的 我覺得都 其實明示是 我覺得 好像這些都算暗示 突然之間我想將它 carry far 明示和暗示 明示就是我想 做 OK 那樣東西 OK 直接跟你說 這些全部都應該是暗示 它沒有當 沒有說到那個字 OK OK 可以這樣理解 只不過它暗的程度 字面上是 有多暗 還是它分不分辨到 到真的 因為那顆收了 可以真的那顆收了 去這裏分 可以真的分 所以對的 要講到明才是 我們去到 這條片的尾聲 我們才可以carry far 我們本身的主題 不行 這個要談得夠多才得到的結論 都是 是 接著不完美 分享一點點 你的女生朋友 到底出了什麼招 剛才你有說過 我剛才說過 那個已經 因為我腦海裡面 人物很多 我就覺得 我只會想到一件事 就是究竟 因為我遇到 因為女生那方面 就是遇到男生給的暗示 其實我發現男生那些東西 都是一步一步的 OK 講一下那些男生 怎樣暗示也好 其實都是不外乎我 我家裡有隻貓 真的嗎 真的 會不會很 就是我後來 我聽回 就是有些 那些資深的人說的 他說好地地 要不要看這隻貓 好閒嗎 就是你明白嗎 我無緣無故要去你家 例如我約一個男生 單獨相處 我一是約戶外 為什麼我們要約室內 和一個這麼私人的地方 其實就是他想看看你 可以去到什麼程度 OK 對 然後還會跟你說 我的朋友就說 聽過就是 我們不如 酒吧可能4點關 最遲 沒有地方聊天 不如我們預約酒店 哦 但是那個男生會跟你說的 一件事就是 只喝酒 但是這句是流的 沒錯 這句是流的 不會是只喝酒 只喝酒 因為我通常 你可以在海旁的 是 你可以在一些 麥當勞 麥當勞 有沒有那些24 24D那些 因為我通常 如果是一些玩的局 然後可能3點到4點要刪場 我意猶未盡 喝多一會 我會給7分買酒 然後去公園 哦 我會給7分買酒 然後去公園 就喝 不用說預約酒店 沒有這個需求性 所以我聽到這件事 我就說 眉頭一皺 事情並不單純 當然 我就說這些其實就是男方 其實他想哄你 但是有些傻妹豬 就一定會落搭 那個傻妹豬都不會說傻得去哪裡 其實你覺得他是想的 喂 大哥 多少歲左右 多少歲左右都好 沒有那麼傻的女生 就是你 在這些情況 不是 我想說這個世界很多人很傻的 不是嘛 是不是瘋的 很多傻的女生 但是問題就是 當然他這件事上面是他不懂得保護自己 哦 其實我覺得kind of是他不懂得保護自己 我都見過多少是因為不懂得保護自己 被人吃了 是的 要麼吃了 要麼就抽了水 是啊 我見過多少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 如果我遇到 或者我的朋友遇到 我都會直接跟他們說 不用想想 其實這些東西 什麼 只睡 只睡腩 只喝酒 沒有啊 不會相信的 怎樣只懶 有出現過只懶 這麼有趣的事情 我有聽過 是 別人跟我分享過 所有 總之 那個專業人士跟我說 就是 就是很多經驗的女生朋友 他都說 所有男生跟你說 只睡 只懶 只喝酒 總之是一個 他家也好 你家也好 還是酒店也好 一定不會是 只懶這個說出來 已經按斗了 但是真的有人相信的 都還 所以 我可以提供了一個方法給他 只懶 你們夠僵就試著說只懶 我真是不明白 抱一抱一下 不知道要抱到哪裡 就是 唉 你懶得 還要在一個私密的地方 懶一下 一定會 一定有結果 一定會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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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賓線公視 沒有 現在這個社會的人很恐怖 我暂時聽 我不知道 因為 因為在我的角度 我一定會覺得 女孩子比男孩子 能狠 過男孩子 在我的角度 因為我不會 那些男孩子 你不會知道男孩子有多狠 東西 那些男孩子做的什麼 都不會告訴我 我那些你有沒有聽過 用貓這個真的 用貓去 用貓很生氣啊 我很生氣啊 你講了很多句 因為你跟不想事情是沒有分別的 你明白嗎 貓懂得打關斗 對 這些你跟不想事情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你是用了一個最 你可以明示 你可以不用暗示 我聽到你這次這個節目之後 我突然說覺得什麼都是暗示 什麼都是暗示 譬如EG又有拍片 我撐住你的 那現在都真的拍片啊 不是啊 所有事情你都可以連結到 我覺得有一點 其實有時候我的貓 我都會覺得很可愛 我都會想朋友過來看 欣賞一下 不 讓牠沒有那麼捨紅 因為我的貓很捨紅的 但是現在我好像做了這些事情 我叫人來看我的貓 但你會單獨叫一個男生上來看你的貓 那就是了 我都沒有單獨叫男生跟我去旅行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奇妙怪 但是有些性暗示是不奇妙怪的 就是剛才說的玩Bot Game 其實你不仔細 你也不仔細 你也不仔細 就是性暗示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啊 是啊 但是有些好像很make sense 但是其實牠都可以是性暗示 或者牠可能不是性暗示 那些是因為實在太過不make sense 你只能夠想牠是性暗示 就是不會單獨去旅行 不會單獨上家 是的 也不會無故 除非做事或者是好friend 也不會無故膝頭歌跳舞 膝頭歌跳舞也是 我真的忘記了 這個很奇怪 很奇怪 好 我們這次去到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完這一集之後 有更多性暗示的提供 如果有的話都不排除再開多集 那就 分住來聽 去到這裡 多謝小英今天上來 謝謝 如果大家想我出片出密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加入會員 一杯不知道什麼酒的價錢都不用 就可以加入EG的會員 如果用酒來計算的話 真的一杯任何酒的價錢都不用 不會貴得過一杯酒 最便宜的25元就可以了 哦 我買一杯檸檬茶 是的 就已經過了 那就希望 希望會員的數字有飙升 那我就可以出片出得密一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